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讲的需求 现在讲的供给 什么叫供给量呢 一定期间之内也是一样 一周一月 它是一个流量 其他条件没有改变 因为某一个商品价格潜在的销售者 对于那种商品愿意 而且会去提供销售的数量 只是供给量 其他条件没有改变 就是假设你是卖猪肉的 那么牛肉价格 羊肉价格都没有改变 给定某个价格 就是猪肉一斤是70的时候你要卖几斤呢 猪肉一斤是80的时候你要卖几斤呢 猪肉一斤90的时候你要卖几斤呢 等等不同的价格 潜在销售者 所以像是问卷调查 70 80 90 你要卖多少斤 并不表示你是一个实际销售者 愿意而且会购买 而且能够 就是废话跟刚才一样 同样的你可以有一个供给函数 供给函数就是一边是价格一边是数量 同样的你把刚才那些东西放在定义域和值域之间 值域就是供给量 定义域的数字 分号之前是那个商品的价格 分号之后是其他商品价格其他条件 其他条件包括哪些呢 包括别的商品的价格 包括生产技术 BOXCOM的生产技术如果改变 台积电几个奈米如果发生改变 当然会让它的供给发生改变 包括预期的价格 所以行情不佳 它就休耕减产 所以预期将来会怎样 你现在就得做决定 生产要素的价格 比如说汽油涨了 低租涨了 就导电了 所以影响供给者的供给行为有很多很多 影响需求者的需求行为有很多很多 刚刚说的偏好是一个最重要的家庭成员改变 结婚了 新有一个配偶 他是回教的 生产技术 大家都能够想象 像TRUMP 最让人痛苦的是什么呢 它造成你的预期非常不稳定 所以它让你的预期价格非常不稳定 比如说苹果要不要课税 我是指电脑或者是手机 要不要课税就严重地影响它 现在要不要投资 Voxcom该怎么处理 复杂的一塌糊 这就是预期所产生的影响 会严重地影响Voxcom那个supplier 它的供给行为 好 我们刚刚讲的每一个家庭的需求 每一个厂商的供给 但是我们讲市场是有千千万万个家庭所组成的 供给 市场也是有千千万万个小供给者所组成的 比如说7-11 7-11在全台湾可能有上万家店 跟你相关的 比如说那个巷口 或者说清大这附近 走路走得到的 也许有七八家 那你要把那个供给全部合起来 才是那个7-11零售店的供给 我刚刚讲说苹果手机就是两家 一个河硕 一个鸿海 那你要把这两家加起来 才变成市场的供给 小的不说 需求也是一样 全台湾有六百万户的家庭 每一户对于产品油盐都有它的需求 那你把这些需求加起来 就叫做市场需求 什么叫做加起来 加起来关键在于水平两个字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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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平加总 什么叫水平加总 就是在各个给定的价格之下 你把每一家的需求量加起来 也就是那个价格之下 市场的总需求量 有的家庭在P1那个价格之下 没有需求量 只有一个家庭有需求量 如果P1那个价格之下 大家需求量都是零 那么水平加总就是零 如果在P2那个价格之下 某甲这个需求者有需求量 那么整个的市场需求量 就是甲的需求量 如果在P3这个价格之下 三个人有两个需求量 那么在P3这个价格之下 市场的需求量就是 甲义两个人的需求量的总值 直到三个人都有需求量的时候 价格比那个再低的时候 才有三个人的需求量相加 从个人需求量到市场需求量 个人供给也是一样 各个价格之下 各个别厂商的供给量的水平加总 那从个人的需求到个人的供给 你就会看到 那个市场的需求曲线 会有一点点凹折 折过来折过去 凡是碰到重轴缺到零的 就会有凹折 但是如果人够多 就不会有凹折了 如果有六百万户加起来 所有的凹折通通平滑掉了 就没有凹折了 同样供给也是一样 如果厂商很小 只有和硕和红盘两家 那可能会有凹折 但是如果一大堆厂商 就不会有凹折 就平滑起来 所以大致来讲 我们就把供给曲线 化成一条正协率的曲线 需求曲线就化成一条负协率的曲线 如果不说的话呢 就是指它是市场的供给和需求 这个市场的供给和需求相交的那点 就叫做均衡 但是我们一般想象的均衡 比这个更广义一点 当我说职棒选手 左手比例 右手比例各式多少的时候 我说那是均衡 当我说郭台铭去选 最后选举的结果是什么 我把那个叫做均衡 所以我们想象的均衡 均衡只是一个名词 均衡者最后的结果 供给和需求的焦点就是均衡 那是市场上面狭义的均衡 均衡对应两个东西 一个我们经常听到说 什么是均衡价格 就是相交那一点对应的P 什么是均衡数量 就是相交那一点对应的Q Q者数量也 如果有一个价格是比均衡价格要低的 在那个价格之下就会产生 Excess Demand 也就是在那个价格之下的需求量 是达于供给量的 如果有一个价格是比均衡价格要高的 那么在那个价格之下 供给量就大于需求量 那就会产生超额的供给 什么情况会产生超额需求 电影超卖座 那一大堆人想看 但是电影院其实有那么多位置 只有30个位置 70个人在外面排队 那就是超额需求 在那个价格之下 那当然电影院可以把票价上涨 但电影院很少这样做 票价是多少就多少 所以它定下来就一样 棒球票什么都是一样 超级热门演唱会 秒杀 什么叫秒杀 一秒钟 因为demand大于supply太多了 电脑上全部把它抢光了 江汇 江汇 告别歌坛演唱会秒杀 他表示 在那个情况下demand大于supply 江汇的告别演唱 秒杀就表示 在那个价格之下 demand大于supply 对不对 所以江汇如果要多赚钱 不难 他就把价格调高就是了 他至少调高 他如果价格调高 卖的又多 售价又多 对不对 他的目的不是应该追求利润极大吗 我简单一句话 人除了赚钱还要顾到别的嘛 如果说江汇就追求利润极大 他一张票假设是2000 结果就秒杀 调到3000又秒杀 调到15万 假设也最后终于不秒杀 刚好卖光光 假设有几千张票 他不是得罪人吗 他得罪一大堆人不是吗 有谁花得起15万去看一天会 不要说15万 2万就会痛了嘛 2万3万 那我们人一生 除了赚钱之外 你犯的时候得罪那么多人 假设要搞到15万 然后赚得饱饱的 然后刚好3000张卖出去 他以后坐捷运要不要戴口罩 他坐计程车 那个计程车会被人家念 他不见得每一趟都有司机 他出来的时候要不要防到 路上有香蕉皮 所以做人不要做到那个地步 追求利润极大 是一个大致来讲对的事情 但是做人不是为了追求利润极大 为什么要分析均衡呢 因为刚才说的 如果不是在均衡 如果你是在低万 价格太高了 超额供给 你就应该把价格降低一点嘛 降低一点赶快卖掉嘛 否则你存货那么多不是花钱吗 那我们说江汇 如果是在P2秒杀 你就应该把价格提高一点 提高一点就多赚钱 均衡的意思就是如果没有外力 它就会持续 当然江汇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因为他在告别眼上只有一场 无所谓持续不持续 所谓均衡是说 在那个价格之下 就维持那个价格 除非有其他的变动 比如说美金对台币的汇率 如果是31.5 如果没有其他变动 就维持在那里 可是非均衡的是维持不下去的 这个市场上本来就有力量 让P1下降 那个P2本来就有力量让P2上升 假设江汇没有把调高价格 什么力量会让P2上升呢 黄牛啦 大家就是黑道啦 兄弟 我也盘 但是我家里苦 你把票拿出来 然后他就转卖给别人 就会有力量让价格上升 不准卖 不准卖就会有黑市 所以一大堆 如果你不在均衡 它就会有一个力量让它上上下下 只有在均衡那一点 如果没有别的干扰 所谓没有别的干扰 就是什么地震啊 台风啊 它就会维持在那边 蔬菜价格就维持在那边 那就是均衡 所以我们习惯 那所有的事情都练习要去干均衡 我刚刚讲的 三都十五线 你要想象 当你要去改变 县市结构的时候 你不能想象说 我就是要三都十五线 你要想象说 你那个三都十五线 会不会是均衡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台南也想要变直辖市 不是吗 台南也想要变直辖市的时候 你挡不挡得住这股民粹的力量 比如说开放美猪进口 你看那个 大家都知道美猪现在不准进口 因为美猪 他们说吃了瘦肉精 就是Lactobamine 它该不该开放进口 就看那个Lactobamine 有没有副作用 会不会伤害身体 对不对 那到现在为止 你有科学证据证明 它会伤害身体 所有的这个进出口 都是基于科学原则 你不能说 将来有可能会发现 阿斯比林有毒 所以我现在不准阿斯比林 拿这种事情 你要像现在没有证明它有害 那就进口了 可是均衡是什么 你现在开放美猪进口均衡是什么 有一次MIT的大学校长来访问 我坐这里 他坐这里 张忠摩坐旁边 那时候在台湾要开征证券交易所得税 就是资本利得税 他就问我 我那时候是行政院政委员 说开征证所税的均衡是什么 我就回答他均衡就是部长下台 所以你不要笨到说真的去分析那个结果 它就不会发生嘛 它的均衡就是部长下台 美猪进口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总统没选上 农委会主委下台 Lactoberman 有没有影响健康的科学证据的问题 什么叫均衡 你不要呆呆地看供给和需求许先的焦点 均衡也要想象很多更简单的事情 一点都不复杂 好 为什么讲到Steven True呢 Steven True是诺贝尔物理奖 有一次纽约时报访问他 他是欧巴马早去的能源部长 有一次纽约时报访问他 说你作为一个诺贝尔物理奖 去欧巴马的内阁里头当阁员 你觉得这两个地方的运作有什么不同 还是问他运作有什么不同 他说 In Washington Newton's first law of motion fails Whenever you want to start something It either stops or gets derailed 政治圈 并不是你推一个事情 他就会惯性一直走下去 It either stops 他就停下来了 没有牛顿第一经理 或者是脱离轨道 You have to keep applying force 这是他说的 所以在政治圈 Newton's first law of motion fails 这是好玩的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对话 你到了政治圈 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均衡 你会练习怎么看均衡 如果没有看清楚 其实哪里都一样 你就业也在市场上 公司里也是一样 有人的地方就有复杂 所以你到了一个公司 你说哇 基于这个公司的良好运作 为了公司的前进 我建议如此这般 下场不见得 是那么单纯 说不定 那个企业的文化 就不是这样子啊 第二天你的那个座椅 上面多了很多钉子 一坐下去 就浑身伤啊等等 Who knows 这是复杂的 有点好有点好想 你会看到 没那么快 如此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